歡迎大家收看《魏平沙龍》第七集 今天我們的嘉賓有身邊很多位 首先我可以介紹一下我的主持 我就是黃伊文 今次我們想討論的就是 《表述無罪爆粗有你》 身邊的三位嘉賓要逐一介紹一下 首先有Rupert 陳君潤先生 幫我們填過很多的詞 已經翻譯過很多的作品 另外身邊就是Aman 陳志華 她是一個獨立創作人 也是編劇 也曾經做過導演 也曾經做過工程師 經常不說粗口 另外還有張飛凡 新鮮出路的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編劇 她也寫過一些劇本有粗口的成分 所以今天請了三位嘉賓 來跟我們討論一下 究竟在舞台上的粗口 你們又怎樣看呢 但我曾經在1990年 那一年我有四個翻譯劇本 有兩套很漂亮的 《美人如玉如虹》 《美子成勝》 《君子老球》 《沙劇》 兩套都很多詩句 《物極必反》 然後那兩個我全部粗口 為什麼呢 一個原著的根本是粗口劇 那個是法國的Jari的《烏布花》 我當時是幫香港話劇團 叫做《胡天胡帝》 譯作 鄭君浩和馮偉幸做過 對主角 《烏布》 兩夫婦 她原本發文 用很多原創的粗口 粗口字 像是MACT 中間加多兩個R 我跟著英譯本譯 她本來應該是SHIT 她又改一改SCHITT 那你要譯作廣東話的時候 又要自己創作廣東的對應 我當時是90年 剛剛新起的熱潮 是卡拉OK 所以她們整天都會說 卡拉OK是卡拉OK 哦 那用了這個字 就好像一個粗口的感覺 即是她用說粗口的語氣 就說這句出來 我當時寫粗口的劇本 是因為我想說回我看到的東西 最簡單來說 我說回我看到的東西 說回我工作環境 我看到生活上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我想 阿飛凡可能都是 我想寫劇本的原因 尤其是他想呈現到 他想表達世界 或者某些人物 他只不過是 粗口是他們的語言 我們就用粗口 其實就不刻意 要去講粗口 首先天上人渣 就是講一個打工仔 很辛苦買一層樓 跟現在的情況是沒有改變的 幾百五六百萬 可能買三百尺樓 沒有朋友 他就找了十幾十年前的小學同學出來入伙 去打麻將 那些小學同學 一個是閃震風的身形 一個是黑社會 做跟車的黑社會 一個是殺手 一個是做大生意的不想 即是那個戲 這班這樣的男人 你不可能是沒有粗口 你剛才說不是在地盤 我覺得現在香港 你走出街 任何地方都有粗口 我覺得講粗口不是問題 問題是講得自然 如果那個人 是一個講粗口的人 他在那個環境 他會爆他的粗口出來 這是很自然的事 也是反映現實 但戲劇我們經常都說 應該是反映現實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我想我以前的時候試過 即是很年輕的時候 都會試過 因為覺得在舞台上 好像很帥 所以就寫劇本 就特地好像很粗口 但後來再想回 其實是不用的 是也不對的 到我之後再寫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有需要 我才會做 十多部分 你剛才知道 部份 長善 我們就能做的話